开始吧 各位股东代表 各位董事监事 上午好 今天会议 只有一项内容 就是针对麦令景女士 是否继续担任麦池集团总裁一职 进行投票决议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的有关规定 受董事会委托 由我主持今天的投票 麦令景女士 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那么 投票现在开始 同意免去麦令景总裁职务的 请举手 下面由我来计票 票数过半 则决已生效 一 二 三 老婆 你在听电话 喂 让苏西听电话 找你的 你能听见 麦令景你是不是能听见 你觉得呢 从现在能听见 他从什么时候干什么都听到 知道 看一眼你手机 会议暂停 我找麦总有点事情 你出来一下 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这 这 这 什么大事 你怎么拿到的 我说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总会找到的 那你耳朵有什么时候听到的 小西 你的问题有点多 你以为这些东西就能对付 你利用植物之变 拉拢供应商 行贿受贿金额高达千万 你觉得这些东西还不够搬等 我倒想看看 你还有什么底板 麦令景 你也看到了 现在董事会都是我的人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你放过这一次 我就让他们重新逃票 保留你在公司的位置怎么样 你怕是没有这个资格 这怎么回事 苏西 这账本解释一下 是 麦令景你去死 苏西 你今天背着公司干这种事 王生明你也有份 你胡说 你有证据吗 我知道账本的事你也有份 但是 只要你能帮我扳倒苏西 我不但可以帮你还钱 而且你对公司做的那些龌龊事 我也可以寄我不救 你行 麦令景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公司是我们苏家的 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跟麦远之 身败名裂 苏西 你被董事会开除了 放肆 老婆 你没事吧 老婆 你耳朵什么时候能听见的 这么大的好声你怎么不告诉我 汪世明 你现在的样子 真的让我觉得恶心 老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是关心你啊 还有 我答应你的事都已经做到了 你说 你已经给我转账了 我怎么没收到啊 是不是银行需要验证码之类的 你没发给我 你是真蠢 还是假蠢 你真的觉得 我会给你九百万吗 那 你刚才说的那些 那都是骗你的 老婆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会害死我的你知道吗 那你就去死吧 我先弄死你 汪总 怎么对你的救命恩人呢 只有两份协议需要你签 只要你乖乖签了 我可以帮你还一百万 赵总说了 这一百万 可以帮你续一个月的命 什么协议 一份是离婚协议 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 什么股权转让协议 当然是你持有我 卖士集团的股份 卖力机 我弄死你 别动手弄脚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你卖士集团 拼了一辈子的命 给你当牛做马 为了就是一点股份 要我的股份 就是要我的命 账本的事 我可以帮你藏 也可以帮你量 而且 我愿意花一百万 买你的股份 已经够意思 赵总 赵总你听我说 你把我放了 我这个股份 价值一千万以上 你一百万 从他那买 你亏大了 博总啊 你要是舍得 卖你那点股份 至于到今天吗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这次把我放了 你把我放了 我肯定卖 给我点时间 你打住 后半周 我还听 我没时间 还是你老的靠谱 人家给献钱呢 赶紧签了吧 别让人敢等着 燕马 那你签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等等 你做梦也不会想到 蒋仲南会背叛你吧 你怎么知道 蒋仲南 我雇他杀人 我当然要调查他 蒋仲南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接近你的目的 你真的清楚 啸 快去看看 里面其宴了 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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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老苏死那天的监控全部闪掉 好的 麦总 那苏总的遗物 全部准备掉 你留任何痕迹 一会儿开会知道要说什么吗 第二季度报表已经准备好 接下来看麦总您的意思 张经理适应得不错 记得把苏西的东西打包给我寄走 记得让法务部联系她 把那些不属于她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 好的 麦总 麦总 苏西的东西您看怎么处理 剩下的我来解决 你先出去 资料我已经发过去了 多久有结果 已经有结果了 蒋中南在国外的时候 确实做过私家侦探 但是他回国之后 就不知道在做什么了 现在我们正在调查他的具体位置 还需要一些时间 没事吧 王世民 你以为麦令锦是什么好人 你有今天全部都是因为他 苏西你别再折腾了 一切都结束了 再不走我们就报警 苏西 念在姐妹一场 我就不报警 你走吧 谢谢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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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多年 我这次是真心改过的 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包好了 老婆 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求你最后最后最后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好吗 爸爸出事那天 你在哪 老婆 你怀疑我 你知道的 爸爸的死 爸爸的死 一直是我的心结 好 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真相 但我想 我告诉你以后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可以吗 那天 我加班 我加班到很晚 刚准备回家 我加班到很晚 小夕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回家 怎么了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怎么了 没事吧 小夕 我是你姐夫 听说了没 昨晚卖走心脏病 你发去事 你怎么知道的 工作群都发了 我才入职几天 对我们公司会不会影响 太突然了 对啊 快去快点 苏西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家夫 昨晚我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的吗 老麦的死跟你有关系 你要告发我 你别忘了 昨晚所有的监控 都拍到我在你车上 你逃不掉的 苏西 她就是个疯子 我怕她发起疯来 拉我下水 所以我才逼我自己 忘了这件事情 直到你现在问起来 我才敢告诉你 老婆 都怪我 我对不起你 都是因为我太软软 才导致爸爸穿湿的 时间不早了 老婆 今天发生了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在客厅守着 你上去好好休息 你还是 老婆 可以吗 老婆 好 今天 王世明是骗你的 喂 苏西 你下手这么重 你弄死我 王世明 你还有脸舒服 你刚刚下手有不清呢 行了 不说这样 我现在已经顺利接近白领江了 看来你平时是没少往我身上扣屎盆子 不然就凭你那个眼睛 你就说你想不想要报仇 想要 你就按计划行事 你是不是在监视我 静姐 这事我暂时没法向你解释 但我发誓绝对不会做任何有害你的事 你相信我 那你把这一切都给我解释清楚 王世明这人威力使徒 我会一直盯着他的 明天我们见面谈 不是came 我不是 事天哪 你始终咱们 我未经计的 优优独播剧场 我未经计的 优独播剧场 我未经计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